各位,各位听我解释,我当真感应到了,是玉帝陛下要给我升神位,为此增加了一个二阶神位,而后引起了天道之力激荡,在这里显化出了这道神雷。 真的,哥,哎,天道老爷这是怎么了? 故意针对,疯狂被刺,如果说只是巧了,李长寿当真,也觉得,确实是存在这种微小概率的。 莫非,是天道在警告自己什么?被定海神珠定住自身,又被捆仙绳挂在房梁上的李长寿,听着旁边那推杯换盏式的说笑声,额头挂满黑线。 话说回来,徒老大,池哥和塔爷怎么都在装掉线,明明就在云神旁逛的? 他真的是纯洁的,就听得云霄仙子柔声道,我信他的,莫要这般为难他了,大哥。 果然,关心自己的,还是真正懂自己的。 云霄继续道,后天生灵七情六欲重一些,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,他喜欢去听曲儿看舞,这也是我此前就知的事了。 我并不会因此事怪他,总归是能接受他这般喜好的。 李长寿额头黑线,顿时更稠密了一些。 仙子突然脾起来了,精灵圣母气冲冲地骂道,咱们结交弟子,岂能受这般委屈? 就是,就是,太乙真人在旁山风点火,天庭中的恒鹅,号称三界第一美人,不得不防啊。 李长寿顿时瞪了太乙一眼,太乙真人笑眯了眼,满是得意。 李长寿淡定地传声道,也不知灵珠子竟来修行如何了,此前所见,也是颇有效果。 太乙真人笑容一僵,轻轻嗓子,背着手到了锯。 各位,咱们玩笑归玩笑,长灯的品性,咱们还是要信任的。 云霄仙子忍着少许笑意,轻轻一探,背对着李长寿,与精灵圣母饮酒聊天。 李长寿歪头一探,顺势挂在梁上休息一阵。 地府之事暂且安稳了,天道欠自己两笔大功德。 跟西方教的博弈,还是要在三千世界展开。 表面搞反西仙道联盟,暗中扶持临天殿。 但这事,绝不能成为自己接下来的主业。 此事有灵俄相助,他必须多腾出些时间参悟均衡之道,减少外出的次数。 这次,李长寿已经完全确定了,天道不给他功德,就是不允许他凝成功德今生。 如今也只剩下了两种可能。 其一,功德今生能影响到他历劫。 天道有意抹掉自己。 其二,自己的这一身功德肯定还有其他用处。 这要攒着攒着,天道欠自己的那份功德都够一个功德今生了,才是洪荒最大的笑话。 这也不可能,后续没有那么多混功德的机会了。 第一种情形的可能性哪怕再低,李长寿也不能不防。 凡事还需好好谋划,不给天道可乘之机,本体就在小穷风中停着,是情况是否搬去都率工,或是主动带着灵娥去太清关静一静孝道。 关爱独居圣人,从你我做起。 其实李长寿内心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,便是自己这身功德还有大用。 且太清老师也说过,让自己安心就好,李长寿此时只能选择看开点。 如果太清老师都不可信,那只能,该吃吃,该呵呵,啥事别忘心里割。 做仙嘛,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和稳健啊。 几番玩笑,歇许笑语。 李长寿前后只被挂了片刻,就得云霄求情放了下来。 而李长寿此时也猜不透云霄仙子的具体想法,不知他到底是真的介意,还是在探索新的互动模式。 嗯,有点上辈子谈恋爱的那味儿了。 他们一行聚了三日方才散场,李长寿将云霄送去三仙岛上,一路轻声万语,目光相会。 关系确实是比此前更亲近一些。 云霄不经意间展露出的与平日里清冷全然不同的窍,也让李长寿感觉颇为兴起。 文朵起见,李长寿将自己此前写的几封信拿了出来,巩固下不断升温的感情。 这几封书信刚放到他手中,李长寿就轻笑一声,施展顿法远顿而去。 多多少少,还是有些羞耻胆存在。 李长寿的本体,未着急回返小穷风,指导人一直在定时查看家中的状态。 另外,灵娥也一直随身带着与青莲宝色旗同根角的离地雁光旗,此时自是安然无恙。 借着有太极图和塔爷护身,李长寿再次赶往地府,要再进六道轮回盘。 其请草还,此前已还给后土娘娘。 几日前,落稳轮回塔后,李长寿进入六道轮回盘与后土娘娘告别时,后土娘娘曾请李长寿相助,而李长寿当时未能给出答复。 此时,李长寿已有了答案,要去六道轮回盘中回禀。 六道轮回盘与外界隔绝,直到人进入其中便会失联,只能本体入内。 那日,后土娘娘问她,今有轮回她可用,小爱她们都想去世上走走,以可凭辞她转世。 你可否替我护她们周全? 本来,后土娘娘这般请求,李长寿自不会拒绝,也不该拒绝。 但李长寿当时明显犹豫了。 这看似是一件好事,实际操作起来,却有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 小爱她们是转世成义人,还是转世成七人? 若转世七人,就是七个性格有绝对缺陷的个体。 若是七情感染之力保存下来,难有安置之地。 若让她们七个转世为义人,同享一个身体,互相之间彼此均衡,却又会颇为煎熬。 这不就是上辈子说的多重人格了? 后土娘娘的意思,就是让她们转世成义人,不给天地众生增加麻烦。 仅让她们外出走走看看,互相扶持,补全心境。 李长寿当时给出了另一个方案,是想让小爱她们转世成七人。 但这七人不能分离,时刻保持着七情之力的平衡。 如此虽然隐患颇多,但却能让小爱她们少几分煎熬。 李长寿隐隐推测,后土娘娘之所以想让七情化身转身,定有比较深层的考虑。 此前小爱,小怒显露出的神通实力,当真强盗失衡,一杯一怒,就将那般多修罗族的高手近乎玩弄于鼓掌之中。 而此刻李长寿思索许久,得出的结果却是,都听后土娘娘的。 七情化身脱胎于后土娘娘,她只是与小爱关系好了点,并没有干涉此事的权利。 从多个角度考虑,七个化身转世成同一个生灵,隐患最低,麻烦最少,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位底牌级的高手。 就是太乙真人头顶,隐隐写了个V字。 一系列问题随之来,该如何安排,才能让后土娘娘的七情化身顺利转世。 小爱她们相当于后土的姐妹,算是被后土娘娘驯服的心魔,谁这么高的辈分,能做她们父母。 找两个对此事完全不知的凡人。 就如九语师当年那般,自己假装路过,把七情转世身接去天庭。 又或是,去找女娲娘娘捏个完美道区。 话说回来,最近女娲娘娘一直没催自己去圣母宫,那五百、夜、漫画的账还没结清。 啥?五百年?怎么可能? 女娲娘娘那般声名大义,知道她天庭水神,此时忙着应付封神大劫,就算有石庭的神通在,也不宜分心那么久。 嗯,娘娘该不会是在等天地大劫过去,把她用神通关五百次吧。 藏宗前行中,李长寿念及此处,经不住拍拍额头,决定稍后主动去一趟圣母宫中,上门结账,顺便安排下后土娘娘的化身之事。 七情化身轮回将士。 水神府估计要彻底热闹起来了。 即将进入幽冥界时,灵觉呼地跳动了几下,让李长寿立刻摒弃杂念。 徒老大传递来这般讯息,大徒弟来了,似是有事要寻你,正放出现实,探查你踪迹。 李长寿精神一震,大法师。 玄都城那边没事了,自己刚好想着本体躲起来,大法师就回到了洪荒天地。 这简直就是想睡觉,就有人送枕头。 按太极图的指引,李长寿在幽冥界边缘东拐西拐,找了半天才发现一团迷雾。 主动散出自身气息。 嗯? 熟悉的嗓音响起,迷雾散开少许,露出其中一张人脸。 这面容不俊不齐,却自成韵味,十分耐看。 不是玄都大法师,又是何人? 李长寿连忙献出本体,此前就已躲入其袖中的指导人。 此时,大法师左右看了眼,才对李长寿的指导人招招手,示意他进入迷雾中。 怎么感觉跟做贼似的? 有三件重宝在,且太极图主动辨认出的大法师身份,李长寿心底自视身性少疑,只向征信地保留了最基本的三成怀疑态度。 李长寿全神贯注进入迷雾,顿时感觉自己与天地间的联系减弱了大半。 大法师轻轻松了口气,低声道,长寿,你这化身是怎么发现维兄的? 维兄这次是偷跑回来,可莫要对老师提起。 李长寿问,师兄什么时候回来的? 昨日。 大法师淡定的一笑,本想着最近地府发生了大事,在这里蹲一蹲,八成能撞到你。 没想到你此时藏心腻疾,已是如此高明。 嗯? 不对。 大法师嘴角的笑意渐渐收敛,皱眉问,徒老大莫非在你这? 李长寿满脸单纯无害,手一摊,太极图,玄黄塔,乾坤尺缓缓浮现。 徒老大的冷哼在这师兄弟二人心底响起。 大法师淡定的一笑,却是气度不减,淡然道。 你所见都是幻觉,凭道以梦境大法而来,此身不过虚意。 打扰,告辞。 言霸转身就要开溜,却被太极图飞出的两缕阴阳气息缠绕,直接拽了回来。 徒老大骂道,你真以为能瞒得过老爷? 有事说就是了。 塔爷和乾坤尺在旁乐呵呵地看着热闹,大法师顿时一阵苦笑。 少请,李长寿与玄斗大法师左右端坐,太极图在两人头顶缓缓盘旋。 玄斗大法师道,见你最近沉稳了许多,也能独当一面了,为兄心底甚位。 此次我回来,其实只是路过,可,其实是有一事要提醒你。 路,李长寿有些无力吐槽。 感情,我方圣人以下最强战力,以坐镇玄斗城的名义,遨游三千世界找乐子。 他们几个师弟师妹,差点跟圣人打起来啊。 李长寿柔柔眉心,轻叹。 师兄有事尽管吩咐,若无师兄,就无今日之长寿。 师兄与我,并非只是同门师兄弟这般。 莫要这般煽情,我也沾了你不少光,不然哪能此时这般轻松自在。 大法师摆摆手,明显有些犹豫,看了眼头顶太极图,又在周遭散开一层先例结界。 这才道,明和老祖不一定便是真的死了。 李长寿眨眨眼,总感觉师兄再没话找话。 师兄,当年不是你亲手除掉的明和老祖, 哎,玄斗大法师笑道,我不过是凭借咱们人叫至宝,勉强压制住了明和老祖罢了,不值一提,不值一提。 我倒是一直都知晓,修罗族存了再次召回明和老祖的打算。 你近来频繁在地府走动,又不断靠近血海,为兄还是想着,及时提醒你一句为好。 李长寿经不住苦笑了声,被玄斗大法师的话语吓出了少许冷汗。 师兄,您放心,我定会小心行事。 大法师满意地一笑,又道,对了,我听消息说,长寿你此前本该皆功德,最后却被雷劈了。 李长寿? 这才几天,就从这里传天外玄斗城去了。 大法师见李长寿有点猛,笑道,近来玄斗城诸事平稳,为兄前两日出玄斗城溜达,凑巧听到了这般传闻。 果然是在到处旅游,确实是这般,而且已经是第二次了。 李长寿盲问,师兄莫非知道缘由? 大法师目中划过少许回忆之色,反问道,你可是想凝聚功德今生? 李长寿道,嗯,这有不对之处?若无必要,最好别宁。 大法师与众心肠的言道,此时压住你功德的,八成是咱们师祖,而非天道。 功德今生虽好,就如免死尊牌一般,可长寿,你此时仔细想想,当真须这般今生互命。 功德今生有一大弊端,同样也是它珍贵之处,便是与天道的密切关联。 你的倒会在不知不觉中,被天道影响。 李长寿皱眉宁思,目中略微有些犹豫。 他自是信大法师的话,但努力如此之久的功德今生。 那师兄,我这身功德,又做何用? 你可以修到停之不前时,再凝聚功德今生,用来祭练法宝也不错。 若你的功德足够凝聚功德今生,自然也就足够祭练极品功德领宝,看你如何选了。 李长寿不由若有所思。 大法师笑道,行了,见你安然无恙,为兄心底安宁了,这就回玄都城中镇守。 唉,说起玄都城,哪里都好,就是缺了一面镜子。 李长寿打趣道,大师兄没地方欣赏自己英俊的面容,确实不美。 嗯? 大法师眨眨眼。 李长寿略微有些不解,对着大法师眨了回去。 太极图轻轻旋转,大法师站起身来,背负双手,给了李长寿一个你快点懂的眼神。 缺了一面镜子,缺了一面。 直播铜镜? 大法师这次回来,是为了找自己讨一个直播铜镜消遣用。 李长寿不禁一笑,他刚才根本没往这方面去想,毕竟铜镜系统还不完善, 单单是从幽冥界发信号回天庭,就要耗损不少仙力。 从天庭接信号去遥远无比的玄都城,根本不可能实现。 李长寿在怀中摸出了两只铜镜,笑道。 师兄,天庭最近流行这种款式的铜镜,可惜它的主要功用只能在天庭附近使用。 不过当作普通铜镜,为师兄正容整衣冠,也是颇为不错的。 大法师面露恍然,又不免有些失望之色,将铜镜接过去一阵把玩。 李长寿心底念头一动,道。 师兄,我刚好有一件要事,要去找厚土娘娘商谈, 师兄不如一铜钱去六道轮回盘内。 既如此,玄都大法师保持着高手风范,缓缓点头, 为兄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 不过,咱们不能耽误太久, 老师命我镇守玄都城,我还是要早些回去才是。 李长寿含笑点头,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。 徒老大轻哼一声,这次骆归玄都大法师掌心, 对两人传递灵念。 莫要玩耍得太久,老爷责怪起来, 我定不会帮你说半句好话。 大法师对李长寿挤了下眼角, 李长寿却是一脸无奈地扭头叹气。 这师兄,果然是闲着无聊跑回来耍的。 早来半个月该多好, 对西方教定能轻松许多, 说不定道门都不用原始天尊献身。 长寿,后土娘娘,那边有何事? 后土娘娘想让七情化身转世历练一番, 看看繁华世界以全他们本性。 哦,还有这事? 那围兄就姑且多多留几日, 免得你半事莽撞,出了差错。 多谢师兄相助。 小事,小事,哈哈, 这理由当真不错。 与此同时,小穷风,地下密室。 嗯,哼着轻快的小调, 坐在山体密室的书屋内, 不断归类整理一只只玉浮的灵鹅, 心情显然颇为愉快。 乾坤突然出现细微的波动, 小穷风上大阵未动, 杜仙门各处毫无察觉, 但灵鹅面前突然多了一只珠红色的方盒。 灵鹅愣了一瞬, 又立刻跳江起来, 鲜柔的身子撞在墙上, 手中握住十多只脆毒法器, 就听得一声轻笑在灵鹅耳旁响起。 你就是长登的师妹? 莫怕, 平道答应给你师兄一点玩意, 懒得去寻她, 就放在此处了。 钱, 前辈。 灵鹅迅速镇定了下来, 对着前方做了个道一。 她自然明白, 直接忽略师兄布置的重重大阵, 将一物毫无征兆地放到自己面前。 这般人物若是想害自己, 自己根本没有反手之力。 灵鹅忙道, 不知前辈可否留下名号, 我也好对师兄有所交代。 平道通天, 你云霄姐姐的师父。 灵鹅原神瞬间僵住了, 又听那清润的嗓音道, 行性不错, 是个不错的小姑娘, 考虑考虑是否来平道必由宫修行, 想来就让你师兄送来, 走了。 这嗓音渐渐飘远, 那声走了落下时, 已是完全消失不见。 灵鹅愣愣愣愣地站在那儿, 刚才, 那是圣, 圣, 圣人? 嗯, 认真地说, 还是自己师兄的嗓音更好听一些。 灵鹅眨眨眼, 看着压在御服堆上的墓盒, 长久地回不过神来。 。